以色列总理本杰明 内塔尼亚湖0月28日表示,针对哈马斯的战争进入第二阶段,以军进入加沙进行地面袭击,又是海、陆、空旷大攻击力度 内塔尼亚湖宣布了第二阶段战争所要达成的目标 据大纪元记者张庭综合报道,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,目标很明确,摧毁哈马斯的统治能力以及军事能力,并将人自大反乌企家,内塔尼亚湖是特拉维夫举行的一个新闻会上讲 我们先刚刚开始,他说,我们将消灭地上以及地下的敌人 内塔尼亚湖说的地下是指哈马斯藏身的地下隧道 内塔尼亚湖警告说,预计以军面临的将是一场长期而艰难的军事行动,但我们已经准备好 我们应用的战士有一个目标,消灭这个敌人并确保我们国家的存在,内塔尼亚湖说 他还表示,他与那些被哈马斯救压人治的家属进行了交谈,并向他们发誓,他会尽一切办法给他们亲人回来 他重申,以色列呼吁巴勒斯坦平民撤离租以军集中攻击的加沙北部地区 以色列表示,10月27日晚上进入加沙的以军以及装甲部队形式加沙,重点是打击那里的基础设施 包括哈马斯建造的广泛地下隧道网络 是同一个新闻会上,以色列国防部长约瓦夫 加兰特表示,更多的反击将增加哈马斯遣返人治的机会 当以军更加严厉紧打击敌人时,敌人就更有可能同意采取遣返人治的解决方案 哈马斯周六说,本来准备就200多名人质问题与以色列达成协议,但以色列阻止此事的进展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随后驳斥了这个说法,称哈马斯试图影响公众舆论 以色列军方表示,战机袭击了加沙北部150个地下目标 包括哈马斯隧道、地下作战空间以及其他地下基础设施,造成一些哈马斯成员死亡 哈马斯的武装分支卡桑里表示,他的人正是加沙东北部城镇拜特哈农 以及布拉吉中部地区与以军交货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亦表示,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进展 我们进入战争的新阶段,他是声名中港,加沙的地面以震动 我们攻击地上和地下目标 我们是各个层面,各个地方攻击了恐怖分子 以色列部队收到的指示很明确,行动将继续下去,直到有新命令为止 我们正是导依照有组织计划,推进战争的各个阶段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、哈加里港 这些评论暗示以军采取分阶段升级的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